尊敬的推友們,大家好! 這是文貴5月18號報平安的直播視頻。 首先呢,我非常的感謝所有的推友們 在我的推特給我發來的和我妻子女兒相聚的祝福 還有大家都是哭聲一片,感動萬分 這可以說明人類的本質都是善良的 我的遭遇是一個中國現在以黑治國,以警治國,以貪反貪 這樣的一個中國人的遭遇和現在的社會的一個狀態的一個縮影 過去的96個小時發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文貴毫不誇張地說,每一天甚至每半天都可以拍一部大片 文貴在這裡呢,由於事情的發展和牽涉到了很多人 我就不能在這裡說那麼多,也沒這個必要 但是,由於這發生的事情,由於現在事情的進展 我呢,今天的主題就是要,萬一文貴發生意外,如何能繼續爆料 和讓推友們,這個能及時和我聯繫 第二個,就是現在這些盜國賊們,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會做什麼 那麼,今天主題主要是這兩個,那麼首先我要說 昨天所有的推友們,在我這裡的留言和私信,太感動了 我本來想一一的說一說,但是太多人了,我實在說不出來 而且說了某些人,有很多人不說,這不公平,而且不尊重 所以我通稱為推友吧,向你們所有的祝福和真情 還有你們的感同身受的,對我的這種理解 還有你們給我提供的辦法,還有你堅決反對 我妻子和女兒再回去,各種建議 文貴非常非常感謝,非常非常感謝 那麼,首先呢,我在這裡要說的事情 就是這些盜國賊們,他們在做什麼,想做什麼 非常簡單,過去三年多來,他們一直想做的,無非就是兩條 第一,就是讓郭文貴消失在世界上 把資料,我手裡他們認為有的資料給弄回去 把資產,叫他們給弄走 也就是把郭文貴徹底,家族,企業,資料 還有這100多斤的肉體之身消失在世界上 就像徐明,李明,雷揚一樣 第二件事情,如果這個做不到 也得讓郭文貴閉嘴,不能成為他們的威脅 然後再擇機達到第一個目的 最近一直以來,和北京都有溝通 這是為什麼我承擇三週內不爆料的原因 但是,表面上在緩兵之際 和我所釋放出來的善意 絲毫沒有影響這些盜國賊們 繼續採取了各種手段,來達到以上的目的 最近幾天來,又是動用了國家的機器 以國家的名義,還以人民的名義 以國家的外交和多國之間的關係 和國家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貿易的合同 作為威脅和條件 展開了一系列的郭文貴的追上 主要他們是要採取 通過我持有的第三國的保障 多國的保障 和這些小國第三國 達成經濟上的默契 讓第三國 以我擁有這個國家護照 和這個身份為名 捏造刑事犯罪在這些國家 捏造經濟犯罪 然後在美國 申請遣返或起訴 達到叫我遣送的第三國的目的 然後再用經濟利益交換 從第三國交換為中國 在這之前 這幾個國家所有的溝通當中 達到的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要讓郭文貴現在馬上要閉嘴 絕不能再有這個直播性 絕對不能再有通信性 這是第一 首要任務 然後 他們在美國 使用了公關公司 華盛頓的公關公司 華盛頓的公關公司 和第三國 常年來使用的公關公司 調查公司 和美國的媒體公關公司 私人偵探 在我現在我住的 這兩個地方的周圍 兩個家的周圍 佈滿了這私人偵探 和穿著各種馬甲的外國人 美國人 其他國家人 在作為盯著我 和我接觸的人 並同時近距離的進行 信息收集 還有對WiFi聯繫系統 電腦進行駭客 黑客行為 同時 有一幫人在聯繫著當地的 還有我們華人背景的 和其他的黑社會 等待著文貴出去 伺機出手 造成刑事上的犯罪 被控的犯罪 同時 達到了擾亂失心 然後叫當地警方 以刑事罪 叫我失去自由 切斷我的聯繫 同時 在發動 可以說 據領導昨天告訴我 和三天前告訴我 兩個不同標誌 一是已經啟動了 所有的沉默的力量 在西方 那麼昨天又變了 不啟動了西方全世界的沉默的力量 內部宣賞 誰能做到 是天假 那就是接近郭文貴 用這個 不論男女 都想辦法鋪上去 以性 親和威脅 或者說 所謂的 疑性 或同性之間的身體接觸 來栽贓陷害 然後達到了 當地警方的接觸 進入刑事案的地 達到了再去遣返 和第一第二工地 同時 北京警方專案部 這些盜國賊們 將我在美國和歐洲 還有亞洲和我工作過的 中國員工 將家庭進行了威脅和恐嚇 讓他們指證 或者栽贓陷害 經濟方面 性方面 讓他們做文件 通過美國的公關公司 還有這些 有背景的安保公司 正在美國 想盡辦法 在形式上 再降下 再達到了他們的 那兩個目的 同時 他們現在也通過了 各種渠道 想辦法 用經濟上 將文貴牽涉到 經濟和形式範疇當中 那就是 讓文貴和別人 在任何付款當中 和協議交易當中 讓我造成了這種 可以在場 陷害的 這種 背景和平台 就在過去的四五天 有人 想在銀行 以我的名字 立賬號 有人 在 把別人的房產 放到我的名下 因為那房產 他們知道 我已經查出來了 我早就掌握了 這是某些貪官的資產 想陷害到我的身上 栽贈到我的頭上 並且 就像當初設計的 由博訊首發的 郭文貴殺害日本人一案 然後在栽贈同時 刑事案件 然後花大錢 請美國的最有名的律師 進行訴訟 在精神上 拖垮郭文貴 身體上 拖垮郭文貴 意志上 打垮郭文貴 另外 所有的 在海外的 派出的工作小組 獨立工作 進行美國遊說 包括 美國現在總統 和各個部門 國務院 還有有影響的 這個國土 這個這個 安全部 FBI CIA 各種領域 有不同的小組在遊說 以及 達到 就是我當初說的 第一個目的 遣返第三方 或當地 先把我控制起來 當然了 他們也很多 上當受騙 過去的幾個月來 三年來 他們多次被這樣 那人許諾 能做到 把郭文貴抓回去 把郭文貴給辦掉 把郭文貴栽贓陷害 然後協調什麼什麼 政府部門 被騙走了 N次前 現在 他們始終認為 他們的手段管用 最近幾個月來 盜國賊們加大了 對中共中央政府 中國政府上層的 意見統一的遊說 首先在習主席面前 在中央常委會和政治局面前 渲染 造謠 捏造 郭文貴的危害性 和影響力 以其達到中國政府 共同認為 郭文貴是大家的敵人 國家的敵人 國家的敵人 國家的威脅 形成常委政治局 一致性的 把郭文貴 立為國家的威脅 用國家的力量 來對付郭文貴 同時 這些盜國賊們 利用自己控制的 這手裡的政治力量 在十九大前 堅決把郭文貴 置於死地 否則他們沒有安全感 這就是他們 做出了兩招 一 緩兵之計 緩兵之計 第二 私下加快各種運作 增加成本 對國內的中央 領導 中國政府 所有官員 行平一致 把我所有報告的人 所有利益集團 形成一個合力 讓習主席 真正認為 郭文貴是威脅 是國家的威脅 黨的威脅 然後用國家的力量 到美國又說 用國家的利益做交換 將郭文貴給弄 同時 再用國家的力量 把我掌握持有其他國家 不少的國家 分組進行無縮 讓這些國家 和他們站在一起 達到他們的目的 同時 採取了黑社會手段 萬一這些招都不行 用黑社會的方式 一定要複製 然後通過法律訴訟 法律糾紛 托法 北京現在可以說 有些人 24小時 在工作上 強大了 多個的 以國家的名義 人民的名義 在運作著 在對付著文貴 現在在我的周圍 布滿了黑社會 偵探 警察 政府 女間諜 男間諜 各種膚色 各種國家來的 這種力量 然後大鵝懸賞 來掩蓋 這些盜鵝賊們的真實目的 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而且 非常誇張的事情 他們這些盜國賊們 以國家和人民的名義 向各國家政府提出的條件 簡直是無法想像的 這國家的錢 國家的利益 國家的土地 國家的項目 成了這些盜國賊們 隨意開出了交易的清單 而且 這些盜國賊們 都在自己同時打造了小算盤 他們在各個領導面前 都以維護這些領導的私人信息安全 和醜聞 幫他們掩蓋醜聞 和家人財富的安全 為名 給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 將每個領導跟他們綁在一起 利用他們的貪婪和恐懼 和這種 現在 急於想掩蓋自己的罪行 和盜國賊們的罪行 讓每個人和一個個盜國賊連在一起 而私下裡邊這些盜國賊們 卻都幹了私活 都有自己的隊伍 有的人給我聯繫 是好 然後向我傳遞信息 出賣他們的隊友 這是烏托邦共產主義 共產黨最善的招 挑撥離間 表忠心 背叛套取信息 將大家綁架一起 將價值最大化 然後將其出賣 多個利益團體和盜國賊們 一個個的演繹著 這樣的和那樣的 醜陋的 背叛虛偽的 沒有任何人性和尊嚴的 這種背叛和表價忠誠 這種故事 我這些錢見得太多了 所以我說拍電影拍多少電影都拍股丸 同時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這些人都在想盡辦法 將自己的錢轉移 資產換名字 將很多人撤回 離開 然後 不惜代價的 將更多人綁在一起 昨天美國政府的一個高官 告訴我說 你文貴可以說我的名字 你轉告給中國的這些政府官員 他們是中國的政法委主席 中國的常委 中國的公安局長 他不是世界的局長 不是美國的局長 不是美國的政法委主席 也不是美國的領導 讓他們看看美國的歷史 在美國這個土地上 凡想這麼做一個後果是什麼 結果是什麼 想在美國收買高官 綁架美國政府 他們不但不能得逞 這將成為他們的憤怒 美國政府明確告訴我 很多事情 他們都是掌握和觀察出來 他們給我提供了各種這樣大的保護 同時也給了我這樣大的信息 中國的領導 不是美國的領導 中國的思想 到美國來不管用 靠收買 綁架 威嚇 交易 毛件事兒上可能 但最終結果一定不可能 幾個高官說 美國的民主制度 美國的獨立司法制度 美國的媒體監督的權力 任何人無法收買 我深信不疑 過去的96個小時 多路人馬 同時並進 盜國賊們已經深信在過去的 大概70個小時內 我一定會被閉嘴 一定會中斷通信 一定會把我帶走 此時此刻 我相信他們還在做這忙 過去我說了很多這方面的信息 我對向了向北京老領導的諾言 三周內不爆料 不說某些領導 但是 在表面上 在和我交流的當中 北京所有的行動 變本加厲 更加瘋狂 所有推特和網友上 在推特上說的 不要相信共產黨 不要相信政府這幫人 千萬不要變成張洪寶 吳洪達 不要變成賴唐欣 等所有的看似單純和極端的建議 從過去的96個小時 證明這都是對的 事實上他們的背信契義 和無法無天 和盜國賊們的醜陋嘴臉 只有過之 沒有不及 而且 任何理由 任何我們的忠誠 或我們的道德 或者說我們的誠實 絕不會讓這道國者 有半點兒對我們的憐憫 或者同情 或者讓他們高善 不可能的 當那一輩子流氓騙子的人 和道國者的人 讓他們一夜之間立地稱佛 文貴也從來沒那麼天真 所有的 現在參與的這些人當中 包括這些五毛們 媒體們 就像頭兩天韋石去了趟香港 接受了他的組織給他的勸告 和他新的指示和經濟上的承諾 回來以後變本加厲 以為真的是文貴要煩了 哈 但是咱們可以拭目以待 過去幾十年來 這些道國人們看不起文貴 小看文貴 這是他們上了他們交給我的招的大 裝傻從中 指東大喜 裝傻不是真傻 裝過呢不是真過呢 事實我們已經證明給大家了 未來我們還有一個個事實證明 但是 我們絕不能低估了這些道國賊們 該吃吃該喝喝 傻水不忘醒麗哥的本事 也不能低估了黃耀同志的那個懷孕的小爽 也不能低估了約翁海這種白手套 和利益集團對咱的這種下三爛的攻擊 更不能低估了北大在全世界上 這些人的影響力 那已有的這種香港東外台灣的黑社會 還有呢人民銀行的副行長范一菲 和這些人共同的老闆 綁架了國家機器 中紀委 政法委 公安部 紀委家 公安的專人 這些人 哪一分鐘哪一秒鐘 它不像啊 這些人的智商和能力 不是你們在看到主席台上 中央電台發布的那樣 他們回去頭 拽下領帶 脫下西裝 挠著腳趾頭 挠著腿 抽著煙 罵著娘 三至經 就開始了 他們的天真和傲慢和無知 是那個環境和制度是必然的 他們的互相欺騙 互相利用 互相惡意奉承 讓每個人都失去理智 所有人都認為 他們拿著錢到全世界都可以買 美國的參議員都可以買 美國的總統可以買 美國的各個部長司法可以買 美國的律師只要付錢什麼都敢幹 黑社會只要給錢沒管幹 眾賞之下必有勇夫 深信不疑 然後用他們所有的 這個烏陀邦主義的挑撥離間 團結流氓 必要是讓流氓穿上西裝裝紳士 在必要的時候把這女同志 把處女給送上去 再不行摘張陷害 然後倒地裝傻裝死 然後下毒 給存在的力量 想盡辦法 接近郭文貴 用眼淚 用同情 用感情 接近他 毒死他 每個人 每分鐘 每秒鐘 都在玩上這樣的遊戲 我一點也不陌生 我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建議此 文貴在這兒呢 也做好了各種準備 首先我要停止 閉嘴 不再爆料 那就證明了文貴的料 是有價值 是真的 你們害怕 我再說一遍 我真的不是千分之一 萬分之一 一分之一 我都沒拿出來 我還是留下了一個希望 我不想讓這個國家動亂 我絕不希望讓我父親和我母親 國家和這個民族 因郭文貴 進入重大的動亂之中 讓無辜的人受到禍害 郭文貴拿出來的資料 絕對不是一千萬人上帝 一千萬只是賀錦濤他家 賀郭強家的事情 怎麼拿國家的錢 怎麼控制礦資源 怎麼敛財 怎麼存到海外 怎麼玩兒處女 怎麼玩兒人家母女 一會兒人家四代人 奶奶媽媽 姐姐妹妹都給人家玩兒了 那是千萬人上帝 我要把這盜國賊們的證據 醜陋的嘴臉 盜取了人民的財產 如何用一租寶 融合用泛養 如何商量對付老兵 如何要把這老兵的家人怎麼著 這些案子 包括過去轉出的錢 海外的資產 和政治局委員常委們 孩子們在海外的上學 房產 那不是千萬人上帝 只要有任何一點良質的中國人 只要他還喘著氣 他要不上街 他就不配當個人字了 因為過去幾十年的 勞動 財富 已經被人給盜取了 你們聽到的 看到的 都是虛幻 一定物理條件下 造成的一個現實的假象 被欺騙 我不想這麼做 我不想這麼做 我還抱著一線一絲絲的希望 我希望這些盜國人們 一次次用N年 測試文貴 我希望能再測試一把 我妻子女兒放出來 我哥哥回來 我再坦白地說 你不放 我也做好了最快準備 郭文貴的親情 和員工的這種親情 在我要做的事情面前 和目標面前 我必須有取捨 不管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家人生 抓 還是說病 甚至死亡 只能哭一星期 兩個星期 還能一直哭嗎 如果到那一步了 郭文貴就可以自殺嗎 那不就上了這盜國賊裡當了嗎 親身被你打垮嗎 我只有一個選擇 就像我八弟的死亡 讓我變成了 更加的強大 更清晰我要什麼 我八弟的死亡 讓我知道了這個國家和這個制度 和這個貪官污吏們 會給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 帶到什麼地方 我用28年 證明了我看的 我擔心的是對的 我用28年 8年證明了我弟弟的先婿和死亡 會讓我強大 現在你把我的員工 把我員工的家屬 變成半死不活 滿頭白髮 妻禮子散 讓我的家人出來恐怖 威脅之中 讓我的家人 成為了你們的綁票 只能讓我更強大 本來今天的文貴 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你是你們一步一步逼的那個樣子 我手裡掌握的時候 咱一步一步的看 我現在還堅持到中國事兒 中國人解決 可是這些盜國賊們 把我們中國人的事兒 已經全面讓外國人解決 介入了 而利用外國人對付我們 中國的歷史上 一個個的婚官 貪官 腐敗政府 都是以降邪內 夾陽邪內 用外國人來毀掉中國人民 我堅守原則 中國人 中國事兒的解決 已經被你們給打破了 你們幾年來都嘗試用外國人消滅郭文貴 現在變本加厲的用外國人 來對付郭文貴 對付郭文貴的家人 你們用文貴的資產 一千多億的資產 許諾給一個個國家的政府 用郭文貴的股票 郭文貴的現金 郭文貴的資源 許諾給這一個國家政府 讓他們用國家的資源 在美國把我毀掉 這不是賣國賊嗎 你們的首要目標 讓郭文貴現在閉嘴 不開全球新聞發布會 首要目標 讓我失去自由 然後想辦法 過渡到第三國 再過渡到中國去 然後把我全家滅了 你們非常清楚 我一旦失去自由 一旦是被弄回中國 我跟妻子女兒 爹娘 哥哥嫂子 都會因此 生不如死 這不是滿門超讚 是滿門酷刑 清朝的十八酷刑 宋朝的八十八酷刑 最慘的是讓人不死 就讓你生不如死 這是最近領導人開會當中 一再說 讓郭文貴一定是家破人亡 生不如死 你們的背叛 互相的背叛 互相的假忠誠 和在十九大前一百多天的恐懼 會讓更多人跟文貴站在一起 盜國賊們 中國十四億人民 兩百萬公安幹警 有幾個人是和你們站在一起的 有幾個人在十九大以後還認為你是好的 你還有權力能保護著你那些資產和利益群體嗎 你騙自己吧 共產主義還有一招 不但判別人 還騙自己 騙自己都得相信 你繼續騙自己 十九大以後你的權力 還會讓人民這麼樣的支持和信任嗎 你們這個利益 黑色的利益集團 還能對文貴利用國家的民意 人民的民意 通過全世界你們的利益集團 對國會打擊嗎 你可以繼續騙 對胡文貴 你看胡文貴 對生和死 我能在乎嗎 我能害怕嗎 你們可以試試 清華逍遙晚 我帶了多少年了 最近很多崔友都給我問我 我逍遙晚能不能弄兩個 崔友們啥都給你提供 我們清華逍遙晚不給你們提供 這個是害你們的不行啊 希望崔友別人要這些東西 這不好 這些得叫盜國贼你們喝 不是我喝也不是崔友們喝啊 接下來我想說 一旦文貴發生了各種意外 被殺了 被綁架了 或被某些收拐的官員失去自由了 可能崔友們會極為關心 或失去聯繫 我在此呢 對這個已經有了各種預案 我今天先公布一下 稍後 我在24小時內 會掛到推特上 第一個 我的律師代表 我會把他的照片 聯絡方式 公司地址 公司名稱 連各種聯絡方式 我一會兒會公布 事實上 我們都準備好了 就文貴一旦有什麼事情 這些人都站出來 我會讓他和我在一起的照片 一旦我有什麼事情 這是我的代表律師 第二個 我會把 一旦有什麼事情 你看到我不發覺 或我有什麼意外 那麼會有另外的我的助理 聯絡方式 他的多個聯絡方式 和他的照片 就大家可以看到 我最起碼會貼出來 他和我一起的照片 還有短暫的視頻 和各種聯絡方式 三個人 到那個時候 希望追友們 一旦有問題 就這三個人 是信息聯絡 和發佈的信息 是可信的 那麼 另外一個 一旦我發生什麼意外 我已經將所有的資料 通過了極為保密凡事 希望推友們 別再發信息 給我建議 這樣方式和那方式 或者說別站在樑臺了 小狗有沒有安這個芯片了 然後呢 我妻子和女兒來 衣服裡邊 有沒有放什麼監聽了 大家真的別建議 別浪費你們時間 別浪費你們時間 這些都會想 我的安保團隊 絕對是世界上最好的 他們都會做的 就我們之前 已經做好了各種的安排 世界上最好的 加密方式 和儲存方式 而且一旦我有什麼事情 我所提出這三個人 他們在不同的時間 會收到不同的信息 視頻 語音 文字整理 文件檔 資產的信息 和過去的各種轉賬 銀行賬號 政治局常委 孩子的上學信息 這些各種性醜聞 明星之間的醜聞 和各國之間 政府之間的 這個黑暗 行賄 資金來往 會巨大 會在 他們會按照我的節奏 一步一步的放出料來 而且一定保證 你們都能看到 任何人無法知道 因為我們已經完成了 關鍵的兩步 資料的法律認證 和英文翻譯 不但如此 我們還有另外一套 我們請了法官協會 警察協會 可我們的律師簽署了 對我所存放的信息 一個多個公證 那個時候 他們會以協會的名義 受我的家族基金的委託 會將這些資料報酬 另外一個方式 我已經在推特裡面的 這所有推友們 我認為 這些天賴一直幫助文貴的人 用你們的 名字和信息 推特的尾號 我成立了一個密碼 這個密碼和這些信息 和很多數據 已經儲存完畢 在兩週前 儲存完畢 當你們所有推友們 當你們的收到了 文貴給你們發的私信當中 告訴你 讓你去和誰誰聯繫的時候 千萬不要懷疑 在文貴的推特裡面 私信裡面發出去的 千萬不要懷疑 因為你直接聯繫 你就回覆那個私信就可以了 會有人會有律師 和退休的法官 在見證下 讓你們拿到應有的一部分的信息 你們可以公佈 你們可以使用 授權書 信息使用方式 會同時發給你們 特別是現在大概在 八百多家的媒體 特別是自媒體的朋友 你們有的發的信息 一個What's up 還有Email 我可能沒回 但是 你們的信息 我們都整理完了 這些媒體 一旦收到了 文貴給你們發到的信息 一定記住 郭文貴給你們發出的信息 裡邊最關鍵的記住 三個小拳頭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然後背後 有你們媒體人 發給我的 WhatsApp 私信 Email 還有Weber 還有 Sanical 這種聯絡方式的 這種裡邊的 你們發給我的 那個 超速的版本 你們才打開 那裡面就給你們 傳送了 我準備好的各種信息 你們至於是 怎麼去核實 怎麼使用 我在上面提出了要求 你們能不能遵守 那是你們的問題 這是今天 公布文貴 一旦有意外 如何保持和推友們的聯繫 保持繼續爆料 和這些爆料資料的 迅速的 發生的這些細節 接下來 我在24小時內 會把今天的這個視頻 變成英文 帶英文正版掛出來 會把所有的 這我說的三個人的聯絡方式 還有照片信息 和我一起的短視頻 發上去 同時 我們已經在過去 一週內 啟動了 所有的在美國 安保團隊 和法律團隊 24小時工作的機制 已經全面運作中 同時 我們對這些事件 和發生的各種方案 都進行了研究 接下來的一週內 我們會隨時公告 未來 會有律師 和我們專業的指定的媒體公關公司 做為我的代表 來進行對外發布的關注方案的信息 然後 這些代表 還有這些工作的團隊 會向全世界公佈 我們全球發布會的具體發案和細節 然後 和崔勇們的交流 文貴的爆料 定義為三年 我不希望提前 因為提前的代價不是文貴 也不僅僅是盜國賊 是我們這個社會 我希望通過文貴的爆料 能讓美國人民 世界人民 了解真實的中國 我希望美國人民 了解真實的中國的盜國賊們的嘴臉 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國人 了解美國的國家的偉大 司法制度的偉大 以法治國的重要 大家想一想 中國人一旦先遇到我這種事 你往哪跑 沒幾個國家 只有美國 英國 沒有地方可以去 也可能只有 其他國家已經去沒用了 已經全球都被這些 黑社會們 穿著警服的黑社會們 穿著西裝的流氓們 已經全部攏斷了 我們一定要捍衛美國這個國家 在世界地位的同時 要讓更多中國人了解 這麼多年來 他們被洗了腦了 美國真的是很偉大 美國的司法制度和他們的社會制度 是危機的保護我們這些人的一個勝利了 我希望用三年的時間 讓美中人民更多的互相瞭解 讓美國人民知道他們是怎麼過去幾十年被騙的 讓中國人知道他們是怎麼被騙的 把美國人形成了帝國主義 幽默為外 謙虐我們 傷害我們 同時的三年 我也希望中國人 更多的精英們 能夠喚醒自己做人的起碼的責任 和對這個國家民主體制的真相了解 同時 最近 推友們 一而再 再而三個 都是說 給我提出這樣的建議 包括上車 鳴笛 這個 按喇叭 包括昨天 很多人呼籲 要在毛省毛省 採取這樣 那樣的行動 我再次 我忠心的 嚴肅的 向推友們 說一下幾句話 任何人 千萬現在不要行動 你們不要低規了 低估了 這個盜國人 他們已經盜竊了 國家這個機器 你們的衝動 會給他們留下 所有的把柄 他們的恐懼 是我們的武器 他們的恐懼 是我們的勝利 他們的恐懼 會讓他們滅亡 讓他們瘋狂 或者滅亡 但是 推友們 你們的 你們的不冷靜 會成為人家的武器 會讓你們承受不了的後果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到那一天時 大家應該集體行動 現在 千萬任何人得行動 千萬不要自作主張 那是自取滅亡 那不是扛臂擋車了 那就是扛狼擋臂了 千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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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推友們這幾天 給我提出 這樣那樣的建議 包括要採取行動 我再次的請推友們 不要 有任何這種行動 包括有人提出 我妻子 我女兒不要回去 這樣那樣的做法 我都明白 昨天我女兒 剛到 身體虛弱 確實是因為胃不舒服 緊急住院 輸液 但是 她就是胃不舒服 沒問題回來了 我們永遠不像盜國賊似的 撒謊 騙人 弄虛弱的 那我們就跟她一樣了 我們不會 我們承諾的回去 我就一定會讓她回去 除非他們說 你不用回來 我的家人 就應該承受 就應該承擔 我們現在是面臨期 我們家人想的福 比很多人想的福也多 他們面對這種困難 這種壓力 這是命中注定 我要幹的事也 連我家人都不能承擔 不能面對 我有什麼資格 和退友講的話 當然了 我也會盡一切的努力 讓我的妻子和女兒 再不用 違背信義 咱不搞 用虛做假的情況下 讓他們不回去 不但如此 我也會通過合法的手段 我相信 習主席 和中國中央的 絕大多數政府的官員 他們知道誰寫誰證 我希望盡快地讓我這些 非法官押 長期擠壓 這些員工們 恢復自由 同時 我也會繼續 一定會為這些退伏老兵 這幾天來 退伏老兵們給我發來的信息 每個信息都震撼了我的內心 你們更加讓我堅定 這些盜國賊們的醜陋和險惡 你們的一生的付出 現在被這些盜國賊們的綁架和恐嚇 遭受了這種流氓式的這種欺壓和威脅 文貴一定替你們發聲 我也希望這些退伏兵們 退伏協會的老戰士們 你們有各種信息 盡快發給你們歸 我非常的願意 我也希望 我有這個能力 榮幸地為你們做些事情 包括義足堡、泛亞的事情 任何人如果有各種信息 繼續發布 我們一定在全球發布會上 盡可能地把事情做得好 以事實為根據 出示各種證據 說出我們當事人經歷的事實 最近這一周來 很多這些事件 都和我聯繫 要求發聲 我們盡可能安排 前提是 大家好好看看 我們到時 全球發布會 儲備小組的規則和細節 我們會全力以赴的 此時此刻 文貴更加有信心 去贏得這三年的 郭齊條為原則的 中國的文明進步 以法治國的進步 和國家體制的完善 和能得到世界文明 這國家的這種尊重 和世界文明國家的這種 更加良好的合作 我深信能給這些草苔的私人企業家 一定會帶來更多的尊嚴 和安全感 讓更多的人 能得到 應該得到 保護這些老百姓 起碼的前代人 起碼你的尊嚴 和孩子的未來 能有積極的貢獻 我也深信 文貴這三年的努力 和推友們 一起努力 推友們一定要記住 你們的每個行動 都會超過郭文貴 你們不行動 什麼都沒有 你們的行動 和文貴的這個行動 聯合在一起 和上天賜誘我 這28年來的準備 用我八弟的死亡 然後準備了28年 到現在所有的資料和經驗 現在與你們融合在一起 一定會推動這個時代的進步 當然它也會推動 以法治國的進步 成熟 然後也會民主和自由的建設 我更加現在自信 上天賜予了我 這麼多的資料和信息 不是郭文貴的能力 上天給了我這些經驗 和這些經歷 這都是上天的安排 我畢竟和崔友們一起 赴湯蹈火 追求我們的鍋氣條的實現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請所有崔友記 不要被人家挑撥離間 不要失去希望 不要被人家收買 只要被人家收買 別放棄 永不妥協 只要我們團結 一定會迎來 我們需要的 燦爛的美好的陽光的一天 我已經聽到了這個時代的腳步上 因為過去的96個小時 我感受到在西方世界 崔友們無法感受到的 這種支持和巨大的力量 能量 不包合黃燕的小手 那都太醜陋了 咱們主要是正義的力量 國家的力量 你不肯定了 我還沒有想到的 文貴雖然這幾天沒等過睡覺 心情很好 除了家人的團聚 讓我心情好 感受了這種幾年久違的這種親情之外 通過這場鬥爭 讓我更加堅信 上天 諸神 是上帝 穆罕撒穆德 阿拉 站在我們一起 和我們在支持我們 縱神在支持我們 我每天晚上 我都在我家上正地高呼 問上天 你們覺得我做的對嗎 如果不對 百倍萬倍的懲罰問貴我 如果對 你們就支持我吧 讓我走得更快一些 更勇敢一些 我每次的感受 都像得到了上天的呼應 雖然沒有電影中 雷神的大雷 下雨 匡匡匡 沒這些浪漫的鏡頭 但我感受了這無力量 上天讓我在紐約這個地方 開始多年的籌備和籌畫 認識那麼多西方和美國的各種朋友 和資源 積攢了這麼多的財富 人脈關係 文貴 就是上天讓我為了今天準備的 文貴沒有智慧 但絕對有勇氣 文貴 沒有權利 但是我絕對有正義 今天的視頻 直播視頻 我們就播到這兒 我們明天早上八點 同一個時間 還是YouTube 再見 的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再次祝所有的隊友們 身體健康 千萬別忘了健身 謝謝大家 謝謝